午夜出租车的电台广播里 主持人和嘉宾了解中国玩具行业的现状 当货架上被越来越多的芭比娃娃 变形金刚和钢铁侠这些 印有英文logo来自中国制造的玩具占据时 曾经无比闪耀的四驱车品牌奥迪双钻 不知何时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红蓝相见的logo龙头凤尾梦之队 已经每天傍晚电视台都会准时想起的 抬头望望天月亮在笑 那首属于四驱兄弟的主题曲 都会把我们拉回那个属于奥迪双钻的童真年代 这个曾经依靠四驱车 赚钱赚到手软的玩具制造商 如今身在何处呢 触摸品质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奥迪双钻我的伙伴 不只是和著名汽车品牌奥迪的名字有些相似 作为一个玩具品牌 奥迪双钻的logo 也的确拿迷你四驱车真正的开发商 日本田工做了参考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都把奥迪双钻的成名 归功于四驱小子和四驱兄弟 这两部日本动画片的播放 其实并非如此 1992年 在小作坊里做了七年小喇叭的乡镇企业家 蔡东青 准备去香港见见世面 出发那天 12级台风导致交通全部中断 她在第二天辗转到深圳 才终于搭上了前往香港的轮动 在那个比善头不知道繁华了多少的大都市里 她一眼就相中了 在日后对中国玩具行业影响极其深远的四驱车 她回到老家城海后 就给自己的新工厂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奥迪双钻 这个时候的奥迪双钻 不管是四驱车本身 还是说明书 包装盒 以及生产件 都与田工的产品 看不出区别 后来 网友就此事问过田工官方 得到的结果是 奥迪双钻并未和他们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合作 不过 她还是在众说纷纭中登上了神坛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正版四驱车品牌 在当时 国内四驱车市场上 还有一家叱咤风云的中日港合资公司 福万 说白了 她就是日本模型玩具厂商 万代 在中国的代理商 在1984年成立后 凭借着日本厂商碾压式的品质优势 迅速占领了市场 不过 这个当时如日中天的正品行货 却因为在90年代时 把纳粹的涂装印在车子上 而遭到工商部门的封杀 最后 大量玩具车被集中缝毁而复制一具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奥迪双钻 凭借远地于田工的价格 一举冲到了 大陆四驱车市场的上游 开始走上 将自己打造成 正统品牌的道路 1995年国庆期间 双钻联合广东电视台 举办了第一个 全国四驱车大赛 并由央视转播 四年 这个升级后的全新赛事 吸引了全国24个省 近80万学生参赛 奥迪双钻在国内市场的龙头地位 已经无可撼动 然而 这还只是开始 四驱车大赛过去没多久 奥迪双钻 主动画巨资 从日本引进了动画片 四驱小资 车头印着496的天皇巨星 和人间大炮等四驱车 迅速占领了 无数学校旁的小卖部 如果说四驱小资 是很多人 关于四驱车的启蒙 那么 四驱兄弟 则完全把国内 已经逐渐成熟的四驱车市场 变得空前辉煌 如今看来 不可思议的自动转弯 和声控加速 在那个年代里 点燃了每个孩子内心的 中二灵魂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 logo为两个星星的田工 的确没有两个钻石厉害 终于 奥迪双钻实现了 在四驱车方面的多线布局 四驱车的功能性 也开始从娱乐层面 向经济层面转变 从学校门口小卖部旁的 小打小闹 到电视台直播的全国赛事 在这场四驱车狂欢中 奥迪双钻也数钱数到手软 还记得那些颜色刻意 名字里满含中二元素的 赛车马达吗 随着这些零件的更新换代 1998年 奥迪双钻也推出了 脱离日本动画的原创系列 梦之队 不过 虽然标榜着原创 但在外形上 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到了2004年 随着市场的渐渐冷却 奥迪双钻开始显露出疲态 不但产品质量有所缩水 在其他仿冒品牌的冲击 以及田工四驱车的背景 被公正于众的情况下 奥迪双钻 在十多年里 所经营起来的微信 也开始分崩离析 为了继续他们 动画加玩具的营销模式 蔡东青于2004年 注册了另一家公司 奥飞动漫 并成为中国动漫第一股 2006年 奥飞推出了第一部 为其玩具产品护航的儿童剧 《火力少年王》 不过 事已愿违的是 几乎要一出屏幕的尴尬 让这部作品遭到了 不天盖地般的吐槽 不过 当年还有一件大事 让这部作品 最终在国内的表现 有所好转 2006年9月1日起 全国各级电视台 在17点至20点之间 不准播放 境外动画片的管理条例 于是 前身为奥迪双钻的奥飞动漫 似乎又赶上了一个 春风得意 马提吉的好时代 近几年 蔡东青和他的奥飞动漫 在文化领域的投资 可谓非常高调 他们买下了有妖气 入股斗鱼和暴风影音 在A站将死不死之时 也伸出过援手 一度掀起国漫热潮的 大盛归来制作公司 大千阳光 也被其收购 在喜阳洋火了之后 他也一致千金 买下了版权 并入股落天一的公司 推出了歌曲《勇士天下》 不止如此 在海外市场上 他也挖来了派拉蒙的副总裁 买下了倒霉熊的著作权 2013年接受采访时 蔡东青曾毫不掩饰地 表露过自己的野心 他们想成为中国的迪士尼 2016年 奥飞动漫改名为奥飞娱乐 游戏改编电影 刺客信条 就是他牵头打造的作品 在2009年 奥迪双钻 为新一代四驱车产品 《战龙》系列 制作的国产动画 《战龙四驱》上线后 其中规中矩的播放量 也宣告了奥迪双钻 在传统四驱车项目上 走到了终点 相比于日本田工 重启了四驱车赛事 并将其延续至今 国内四驱车的活动会场上 只剩下一批老玩家 在默默坚持 不得不承认 时代的更跌 是四驱车 在中国玩具市场 衰落的主要原因 一味地把国外产品 本土明星化 其中的风险 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 如今 在奥飞娱乐的产业部局中 已再无四驱车的席位 奥迪双钻 这个曾经异常响亮的名字 需要我们省下零花钱 去购买的玩具 也已经很少再被人提及 距离梦之队 推出的20年后 双钻秉承着 自主创新的理念 所开发出的八驱车 实在是令人唏嘘 中国制造的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可惜 在习惯了模仿之后 很多厂商 都无法再走好 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听着四驱兄弟的主题曲 总是会让人想到 那个放学后 聚满了小朋友的小卖布 从四驱车到悠悠球 再到投身动画片和电影产业 蔡东青 也许并不想放弃那些玩具 但成人的世界里 总是充满了挣扎与妥协 还记得那个 连接车身与底盘的扭扣吗 在夕阳下奔跑的身影 的确是我们逝去的青春 下载百强排行APP 花更少的钱 买更好的品牌 它来自美丽的宝岛台湾 既是全球第一大主板生产商 也是第三大显卡生产商 当初创业时 它的四位创始人 用一千万台币 开启了一个不被看好的项目 如今 这个信息产业的巨头 销售额已经攀升至上千亿台币 它是谁 预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